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随着20届三中全会日期的临近 近日的中共深改委会议释放要搞经济体制改革 又要强化党的控制的矛盾信息 引发外界的关注 有分析指出 中共三中全会要达到三个目的 包括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 中共现在对民众的恐惧 已经到了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的程度 网传的消息称 三中全会前北京已经被包围了 随着三中全会的临近 推特上的消息指出 北京周边地界已全部建起铁栅栏防护墙 只留出专用通道进出北京 这种防护墙绵延数百公里 将原来自由通行的无数大小马路都隔断成了断头路 有些重点地方还建了三层的防护墙 北京城已被这种铁篱笆围成了一个铁桶 中南海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当然是防民众 防止未来民众暴动的洪流冲进北京城 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要建雄安新区 要把那么多机构和人员驱赶到雄安 这全是为了习帮助个人和家族的安全 近日有关三中全会的风向也不断流出 据党媒报道 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 6月11日主持召开第五次会议 其中一项会议内容是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据官方通稿 当局一方面称 推动政企分开 但另一方面又称 加强党的领导 要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 而且对民营企业也要注重挖挥党建引领作用 海外视频人士蔡胜昆在推特上发文分析 官方通稿全文重点都在高喊加强党的领导 而只要加强党的领导 就不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不可能尊重企业家的自主意识 就不可能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就不可能政企分开 就不可能保护私有财产 就不可能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如此自相矛盾的说辞 频频出现在中共高层会议上 说明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 不可能在深化改革议题上有重大突破 法律专家独立时评人士于平分析指出 这次深改委会议 本身是为二十届三中全会 最终定拍版的文件做准备的 中共现在却是一种双手互搏的状态 自己在打自己 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和提高经济活力 这两件事是绝对矛盾的 就近期当局释放的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的矛盾信息 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洪斌解释说 中共下月的三中全会就要做三个事情 第一是重新解释改革开放的内涵 三中全会要挂改革开放的羊头 迈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这个路线的狗肉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是要加强和巩固中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建立国内的经济大循环体系 准备应对所谓的惊涛骇浪的考验 具体来说就是从经济体系上 做好在台海与美国展开一场决战的准备 三中全会想达到的第三个目的就是 想用改革开放的假象再次欺骗世界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根据美国动力网站的报道 即将于今年6月下旬开始的 环太平洋2024演习 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之一 演习重头戏将是一项罕见的击沉演练 目标是以美国海军4万吨级的 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作为靶舰 这次演练不仅旨在测试各种反舰武器的实际效能 更是为了评估大型航母级战舰的抗打击能力 提供一次难得的实战检验机会 对于能够击沉一艘排水量达4万吨的大型航母级靶舰 是一个复杂且具挑战性的问题 不同类型的反舰导弹在命中后 所造成的损害和影响因素众多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例如一枚普通的亚因素反舰导弹命中后 可能会引发火灾或造成结构损伤 进而导致舰艇失去战斗能力 然而要达到一击毙命则相对困难 有军事评论指出 通常需要多枚导弹的联合打击 甚至还需涉及陆海空多兵种的协同作战 演习中使用的各种反舰武器包括 从亚因素导弹到超因素导弹 甚至弹道导弹 这些武器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运用场景 例如像东风21D这样的弹道反舰导弹 通常以高超因素的俯冲攻击方式进行 具有突破船体强度的能力 可能会直接从顶部甲板打穿到船底 造成毁灭性损害 过去类似的演习案例提供了参考 例如在环太平洋2020演习中 美国将佩里级护卫舰作为靶舰 虽然其排水量仅2770至4100吨不等 但同样经历了从空中水面和水下多方面的攻击 最终被击沉 此外回顾1982年的 马尔维纳斯战争 阿根廷使用飞鱼反舰导弹 成功击沉了英国的 歇菲尔德号驱逐舰 尽管导弹本身威力不大 但引发的大火最终导致了 舰艇的沉没 总结来说 击沉一艘排水量4万吨的大型军舰 不仅依赖于武器的精确度和效能 还要考虑到舰艇的损管能力 和可能的反击措施 这次环太平洋2024演习 将提供一个实际场景 评估现代反舰作战的复杂性 和挑战性 并对参与国的军事能力 进行全面检验和提升 中共国安部又公布了一起间谍案 官方称一名在某涉密部门工作的员工 喜欢在办公场所自拍 并上传至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此人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策罚 并出卖大量内部涉密文件 不过当局并没有说明 事发的时间地点和出卖了什么情报 有网友调侃情节让人脑洞大开 编剧本也不过如此 6月14日江市报道 中共国安部当天公布了一起 应在社交媒体平台泄露自己 涉密人员身份 而遭到境外间谍机构策反的案例 在某涉密单位工作的赵某 喜欢在办公场所自拍 并上传至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还时常在与网友的互动中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 其中一位热情的网友对赵某的工作表现出浓厚兴趣 经常打探其具体工作内容 并表示可出大价钱购买赵某单位的内部资料 并提出最好能够提供涉密材料 报道称赵某虽然已经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 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还是越过了红线 出卖了大量单位内部涉密文件 赵某已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 他将面对法律的制裁 不过官方并未交代案件所涉及的部门 只说把涉密单位办公室自拍的照片公开 却未说明是哪一个单位 公布的相关案情也非常模糊 海外时评人士陆军指出 中共官方这次公布的间谍案带有许多疑点 完全是一个编造的案子 因为众所周知 中共的社交媒体被严密监控 不仅仅是社交媒体平台公司的监控人员 奏业不停的监控 而且还有中共宣传部门 还有公安网监部门 在层层监控之下 所谓的间谍要通过社交媒体和涉密人员联络 售卖情报等 这毫无可能性 新修订的中共反间谍法将于今年7月生效 今年上半年 中共安全部门多次公布破获的间谍案 陆军认为当局此举有两个目的 其一就是把抓间谍 宣传反间谍法 用俗化 使得网民人人自危 并形成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敌对情绪 第二 警告网民不得在社交媒体发表不利于政府的言论 熟悉中共公共安全的郭明指出 官方所被抓间谍的宣传 犹如一场群众运动 包括最近要检查入境旅客手机 也是抓间谍大环境的需要 在这种大环境下 就需要有这类宣传 抓几个度转出来的典型 这几十年来北京无论做什么都是这种套路 结果就是搞得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在意大利召开了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 6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中强化了针对中共的批评调门 从至少六个方面明确了对华强硬立场 及其领导人承诺对中共不公平商业行为 及协助俄罗斯的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 七国集团对中共的产能过剩 网络攻击 台海问题 东海和南海问题 俄罗斯问题 以及人权问题 明确了他们的立场 联合公报中写道 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持续支持 使俄罗斯得以维持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 并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安全影响 G7将依照法律系统实施限制措施 以防止滥用 并限制从事这种活动 并成为制裁对象的第三国个人和实体 包括中国实体进入G7的金融系统 G7将针对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行为 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方式包括让所有那些未能立即停止 向俄罗斯的侵略提供物质支持的人 承受沉重的代价 联合公报说 G7对中国持续的工业目标 和全面的非市场政策的做法表示担忧 中共这些政策和做法正在导致全球溢出效应 市场扭曲以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有害的产能过剩 为了应对中共利用控制关键矿物的出口来进行经济胁迫 G7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投资 建立各自的工业能力 促进多元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 并减少在关键物产方面的对华依赖和脆弱性 参加G7峰会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G7在对北京展现空前团结 中共的做法正在影响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 从发达经济体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G7史无前例的团结一致 共同谴责中共的有害做法并承诺共同应对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4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平台上写道 我们主张公平的全球竞争 面对中国产能过剩 七国集团及欧盟将协调采取应对措施 峰会结束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谈到G7同步的必要性 特别是美国与欧洲协调一致 马克龙表示 应对中国不能导致G7之间的竞争 七国已经就经济补贴问题进行了讨论 随着中共日益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和恐吓 G7领导人在公报中重申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对确保国际安全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G7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包括一中政策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关于南中国海问题 联合公报写道 G7重申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胁迫和恐吓活动 此外联合公告也提到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和香港问题 阿里巴巴京东协城等中国大型企业 在过去一个月内发行了总价值83亿美元的 计价可转换债券 分析指出 为了从美国对冲基金筹集廉价资金 中国巨头们正转向可转换债券市场 自2021年滴滴出行上市惨淡以来 首次以IPO和后续股票出售等传统的美国股权融资途径 几乎完全对中国企业关闭 然而最近几周一系列中国大型科技集团 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筹集了数十亿美元 此外债券的票面利率通常低于传统债券 但如果公司公职升至预先商定的水平 则可以转换为股票 数据显示 仅仅在过去一个月 阿里巴巴 京东以及协城 一共发行了价值83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可转换债券 温其师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公司效仿 市场内部人士称 这些债券受到专业对冲基金的青睐 这些基金可以在不用担心地缘问题的情况下 购买这些债券 所谓的可转换套利经理 试图利用债券与相应股票之间的价格和波动差异来赚钱 交易员通过卖空公司股票 来对冲债券购买 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整体市场波动 以及公司特定新闻导致债券价格变化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可转换债券价格暴跌 许多对冲基金应遭受巨额损失而退出了 可转换债券市场 但今年来 在新冠疫情期间 利率降至超低水平 债券发行量激增 可转换债券套利基金也变得更加活跃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筹集了超过750亿美元资金 其中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交易最为成功 然而滴滴的IPO失败 以及对地缘紧张局势的普遍担忧 导致大型上市交易数量急剧下降 过去三年 这一家中国集团在美国IPO中融资超过1亿美元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中国公司近期的可转换债券发行正值 可转换债券销售普遍增加之际 今年迄今新发行的债券总额已接近410亿美元 这是自2021年疫情期间 借贷狂潮以来的最高数字 近期 北京当局接连出台多项大尺度刺激 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后 官媒迫不及待开始宣传房市开始回温 然而北京二手房业主表示 北京房屋卖不掉租不出的现状 并没有明显改变 虽然官方抛出了各种旧市措施 但房主们依然感受到的是苍凉 年近50的北京人黄女士 曾在阿里巴巴等中国大企业任职 为了让自己养老多一点保障 她于2017年在河北狼方市买下了一套房子 那里去北京市区约40公里 黄女士说 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房价若上涨就脱手赚一笔 或者是放着就收租金 未来养老就更多一层保障 因为是团购 买房时房价有所优惠 总价约人民币200万元多一点 而这套房子是预售型 所以目前自己每个月 人需要还5000多的房贷 然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很快就风云突变 短短几年间 从最初进场买房市的满怀期待 到眼看房地产市场一跌再跌 到最后想出售 甚至赔本出售都卖不掉 黄女士如今后悔不已 据黄女士讲述 她所购买的房屋 当时是在新社区 许多房主都是投资型业主 就是打算用来出租 或等涨价时出售 不料 建商承诺的配套设施没跟上 再加上近两年房市发生了很大变化 导致该小区的房屋都卖不掉 也租不出一直闲置 但她每个月还得继续还房贷 如果付不起房贷 房屋就被法拍 她还会被限制消费 不能搭飞机坐高铁 而对于经常需要到外地出差的她来说 极为不便 最后黄女士哀叹 烂尾楼屋主至少还可以喊冤 而自己只能毫无希望地等下去 和黄女士有相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一位微博网友曾分享她的经历 2017年在燕郊花426万买的房 4年还了80万的房贷 却发现其中只有16万的本金 64万都是利息 更令人痛苦的是 在二手房市场上 这套房子跌到了235万左右 对比之前近乎夭窄 于是她选择了断供 断供之后房子给了银行 但烦恼并没有就此消散 426万买的房子 2022年只值235万 账面上亏了191万 再加上4年时间 还有64万的利息 粗略算下来 买这个房子至少亏了280万 最后房子也没了 还背上了一屁股债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的二手房价格 从去年10月直到今年5月 环比同比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 今年5月 全中国100个重点城市的 二手住宅市场均价为 14492元每平方米 已经持续15个月下滑 与此同时 各地法拍屋的数字急剧上升 大陆财经媒体曾分析 市场出现这么多法拍屋的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 贷款断供及借贷担保 民众可能高价买房后 资金出现困难 无法还贷 导致房子走上了法拍的命运 随着中国社会的消费降级 以往作为内需指标的 贵州茅台酒批发价和售价 持续下滑 目前飞天茅台批发价 断崖市下跌至人民币2200元 此前茅台酒一度被炒价 充至万元 许多炒卖茅台的黄牛 已经扛不住退场 还有回收商直言 亏到快倒闭 陆媒直言 茅台若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策 稳住价格 可能会引发恐慌性的抛售 港媒报道 今日酒驾网站统计 53度500毫升散装 飞天茅台的批发价 在本月稍早跌穿2500元后 快速向下 端午节跌至2460元 6月12日跌至2420元 13日更出现断崖式下跌 逼近2200元 贵州茅台集团13日出面紧急回应 称关注到价格波动 强调公司现在的动销正常 作为A股市值最大的股票 茅台股价13日盘中一度跌于 2%至1520.46元 创2022年12月以来新低 截至当天收盘 股价过去一个月下跌已超过一成 许多炒卖茅台的黄牛扛不住 下格下滑 不得不集体退场 贵阳李小姐4月买车时 被捆绑销售 买了6箱飞天茅台 当时约买10.7万元 她以为茅台很容易出售 但问了很多黄牛 都不收 5月份我傲娇得要死 别人出10万元都没卖 没想到6月直接崩盘 现在9万元都卖不掉 记者在二手平台咸鱼 询问多名回收商 轻益色的回复是 目前不收茅台 还有回收商直言 已快亏到倒闭 2500元被视为飞天茅台 经销商能够盈利的安全线 因价格持续下跌 有的茅台酒商已暂停收购 茅台所有产品 有的即使收 其价格也比较低 目前贵州茅台并未推出 立竿见影的政策 恐茅台酒批价走势 仍不好判断 中间商称不排除跌破2200元美平 天峰证券此前分析 近几年茅台酒投资囤货成本 在2300至2400元 只要批发价不低于囤货成本 便无需担心 大规模的抛货发生 但如今随着价格一路狂跌 茅台真的能顶得住吗 另有消息显示 茅台股价批下下跌正值 中共公安部打击特供酒之际 茅台酒一度被视为 中共官场腐败的代名词 成为各军区 各军系统 各机关的特供酒 近年来常被用作 官场送礼 贿赂上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